早上7点5分到54分 花莲连续15起有感地震 最大规模4.7 最大震度4级 三天来有民众家里水塔破裂 感觉很异常 觉得花莲整个就像一条船 整天一直摇 太猛了吧 把我们家的水塔都摇成喷水池 我们都不知道主阵到底是过了还是没过 民众照常买菜上班 心里难免恐惧忧虑 延续震三天了 这个不太正常 慈禧基金会防灾总指挥中心表示 持续掌握国家灾害的相关情资 必要时立即启动 请民众安心 地震的频传 所以我们赶紧的盘点 我们相关仓储里面的物资 包括我们在吃的香饥饭 香饥面 还有我们的毛毯 以及这个服惠桌椅 服惠床等等 做好该做的地震后巡逻检查 与紧急逃生准备 戒胜前程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导